这次的对峙是实无潜力的 当年周总理就访问了印方 难道我们是战败国吗 2020年的对峙 一定以上是给印度一个树立了 在边境行为的一些规则 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事件 明显的是印度偷鸡不成 仿石一把米 最后自己造成了更大的伤闻 这个四回曲子都很清楚了 我想也不需要讲太多 虽然这个事件正处在 仿河的进程 但是我想我们很有必要 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印度人处理中印边境 问题的思维和它的一些方式 我想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是特别突出的 当然这些表现 也有它历史的传承 第一个特征就是 印度在边境上的霸道的做法 所谓霸道就是 印度可以做 别人不可以做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 2017年的洞篮对峙 中国在洞篮地区 修建这个边境的公路 这个洞篮呢 印度方面说呢 是中国跟布团的争议地区 中国说呢 中国跟布团根本就没有这个争议 这个洞篮呢 完全属于中国 但是呢 印度呢 就可以借着说呢 这个中国在这个地区修路 这个影响到印度的安全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派部队 阻止中国修建这个道路 这是一个典型的霸权的逻辑 你的行为会可能影响到我的利益 或者影响到我的安全 那你就不可以这么做 我就有资格去阻止你 相反 当我们去看这个 2020年的边境对峙的时候 印度呢 就首先是在 加勒旺河谷地区 开始架桥 修哨所 在附近搞自身机 这个停机坪等等 印度在这地区呢 一系列的行为 明显地伤害到中国的安全 所以中国从4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要求印度呢 要照顾中方的这个安全关切 但是印度不听 那就作为一个仿制 中方也在自己的一侧呢 搞基础设施建设 但很明显这个 搞基础设施建设 是中国的强项 所以印度就发现搞不过中国 比中国慢 也搞不起那么大的工程 所以他回头就说呢 说这个我不搞 你也不能搞 你把这个所有 这个基础设施都给拆掉 那这里头的逻辑就很有趣了 你挑起来的 对吧 这个作为仿制 我呢 这个同样搞基础设施 好 现在你搞不过我了 最后你回头说 咱俩都把它拆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印度的做法和逻辑啊 典型的霸道主义 它跟过去南亚的其他小国 一直是这样的 不论跟尼沃尔啊 跟不当 甚至吞并吸金啊 都是这种逻辑 所以这就是印度的整个 行为的这个逻辑 典型的霸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呢 印度在边境上的这个 这个社会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 它有很强的这个冒险性 这个我们刚才说过的 立以甘愿冒可能发生战争的这个风险 所以这就是它的这个典型的冒险主义的做法 这种做法 这个在历史上 实际上印度一直都是这样 在1962年7月的时候 这个印度同样的是前进政策 已经推到了这个加勒万河谷 当时中方已经把印度的这个哨所包围了 正要想端掉的时候 尼赫鲁呢 这个就宴请这个中国大使 因为中国大使要理论 就宴请 恳请中国大使呢 放印度一马 就不要端这个哨所 最后中方就没有 回头呢 印度的总结就说呢 说中国还是怕我们的 中国还是不敢端我们这个哨所的 所以它后来在这个八月份 九月份的时候 在边境上 又是呢 步步紧逼 所以这就是印度 敢冒险 典型的冒险主义的做法 第三个呢 印度在边境上的这个做法的特征呢 就是谈判 谈判呢 手上有筹码的时候呢 这个印度会很强硬 比如说我们说在动览对峙的时候 这个印度是有它的这个筹码的 因为印度在一线 它有非常强的这个兵力的部署 它可以这个无限期的谈判 它可以拖延下去 2020年的这个对峙发生之后呢 中印边境西段全线对峙之后 那主动权呢 可以说呢 掌握在中方手上 对印度来说 它的做法就是 对你造成伤害 增加它的这个谈判的筹码 印度的方法就是两种 第一种呢 在边境上增加摩擦点 扩大争议 就是抢占了这个半公湖南岸 然后呢 用半公湖南岸来放半公湖北岸 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点呢 那就是在双边关系当中 这个给你造成巨大的损失 那印度对中国APP的分杀 经贸投资啊 对人文这个交流啊 各方面都进行设限 这等于是给中国加大这个成本 还有呢 就是跟美国走进 跟美国跟日本跟澳大利亚走进 搞这个印太战略 这也是呢 从战略上呢 是给中方施压 也就是说印度的做法呢 它不是要减少分歧 它是要扩大分歧 扩大分歧之后来增加筹码 然后呢 跟中方来谈判 这是印度一直以来的策略 中印边境的西段呢 实际上这个过去呢 这个尼赫鲁还是说过的 中印边境西段呢 还不是印度的一定界 印度在统治到哪里呢 也不是准确的 但是后来呢 这个六零年之后 尼赫鲁跟中国谈的时候 那就是完全的就是说 西段就是一个可以交易 就是那就是印度 现在的这个新藏公路 也就是219国道 印度说 你可以这个使用这个公路 但是呢 你要主权呢 要说呢 这个就是西段的 阿克赛鲁那是属于印度 使用权呢 我还可以给你 所以当年这个周总理呢 就访问了这个印方 这句话非常地适合 周总理就问 难道我们是战败国吗 所以这就是印度人的思维 就是一定要把分歧扩大 扩大了 他才能够这个保证 他在谈判中 拿到足够大的这个蛋糕 最后一点呢 就是印度在边境上的这个 做法呢 就是实际上是 高层和一线的官兵的想法 是比较一致的 6月17号 王毅外长和 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 多瓦尔的通话当中 就明确说呢 要找出这个造势者 但是印度有没有找出 这个造势者呢 没有 那印度后来一系列的做法 实际上是在鼓励 一线的部队 敢于挑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印度 对20个山王的士兵 举行国战 对这个山王的这个 发布的上校 高额的这个 抚恤金 然后呢 在他的共和国日上呢 授宣 这一系列的行为 都是鼓励呢 一线的部队 你们要敢于这个挑衅 你们要敢于进攻 你们进攻呢 有后果呢 政府会当的 一定意义上说 很多行为呢 是来自印度高层的受益 我给你做的意思 感谢观看